大家好,我是莎姐 有件事在新年前很不開心的 要跟大家公布 我的行李箱已經受終淨寢了 現在大家看看 看到嗎? 我現在整條死雨地躺在這裏 旁邊黑色的就是我的新寬 2 其實我也很難過 我也難過了很久 在我未買到新行李箱之前 因為一直拖她 她好像告訴我 她就不行就不行就斷氣就斷氣 我就在想 糟了,怎麼回家 怎樣捱到回家 之後還要轉兩間酒店 後來今天就去購物 既然睡不著就去購物 其中一間大型聯想店 給我買到的黑色行李箱 是9990日圓 我的日圓最貴的時候是725 大概是725元 可以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別人拉開就只有這麼多 有兩重的 有些是加闊了就這麼多 加闊了可以多很多 所以其實跟我現在的行李箱的情況很相似 最重要的是它只有4.8kg 因為之前 問過一些行李箱的購物 通常有20寸行李箱 一定是過5-6kg 如果不然的話 很輕飄飄 就不會多什麼 當然啦 有些5kg 留下的 當然不是你的價錢 對不對 我那部行李箱 你知不知道我多不捨得 那時候是399 在醫養大減價的時候是399 當然是很多年前 大概是4年前 399 其實我已經沒了本 她和我南征 北土了很多 至少有5-6轉 是時候讓她入土為安 所以 就用了新行李箱 新行李箱現在700多元 就貴過一倍 但容量都120L OK 都是4.8kg 都不夠5kg 都是輕身 大家不要看我撤回 我是不會撤回這樣的決定 所以 我的行李箱會在日本 集放這裡 場面 新行李箱就會救回香港 這些就是 外馬協會 最人渣的事情 就是看外馬 所以就 跟大家分享一下 開心一下 希望大家新一年 都有些新氣獎 可能 工作 有得加工 我不知道有沒有 希望大家都有得加工 最重要就是 工作保得住 這次就說到這麽多了 拜拜